字幕志愿者 周诚 周深 《照见五蕴骊空道一切苦压》 如果你明白这句说话 彻底明白这句说话 你就全部了解了心经内的内容 我说彻底 不是识实想行识就是五蕴 凶什么都没有就凶 那你就完全误解了 五蕴是什么呢 说过识受想行识 识受想行识是四 四加一就是五 识是物质 就是我们的身体 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感 受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 受就是我们的感受 感受完之后 还要用明言概念去想象 想象完之后 再加以分析综合 就去行 行是什么呢 与内心的世界产生一种心所的互动作用 就产生了一切身口意的行为 说的东西 伸出来的动作 所有这些都是受想行 所以受想行在五蕴里面 接了很重要的地位 因为它就是受想行里面 最能够发动人家的心灵里面 去造业 去造善的强大的力量 它发动了这个力量 必须有它的依旨 它来自哪里 这个力量来自那里 为什么说这个力量发出来 它这个力量未发出来的时候 它潜伏在那里 你知不知它潜伏在哪里 你未发脾气的时候 你发脾气的那种杂性 潜伏在哪里 你未有妒忌的时候 你妒忌的杂性 潜伏在哪里 你未想杀生食欲 邪淫妄语 偷骗拐骗 杀到淫妄 你会做 但你未做的时候 你这种心态潜伏在哪里 全部以一个种子的形式 潜伏在你的色里面 即是第八色 而是者 色 就是外面 就是身体 受想行色 受想行 我当它是中间 其实是内部 受想行色即是内部 我们整个人生 不亏内的世界和外的世界 外的世界就是身体 接触到外面 内的身体就是自己的精神作用 这个精神作用就是受想行色 这四样东西就是我们的精神作用 有些人问 我为何要知识这些东西 你读佛经 你必须要知道 我为何要了解释迦牟尼佛 说给我听 这麽高深的哲理 我用来做什麽 你必须要知道 这些哲理的用 为什麽 犯佛经者 你要从三个角度去看 就是看上用 你要知道 赐金牟尼佛所说的 他的本体是怎样的 他说出来的言语是怎样的 他有这些名相是怎样的 用呢 他说了这些大堆东西 对我们有什麽作用 你不从看上用去研习每一部经论 你是即是有眼是如盲 有耳是如隆 有口是如啞 当你眼耳鼻舌身意和外界有接触的时候 马上有一种感受 perception是有本感受的 没有说没有感受 为什麽有感受 为什麽你与外界接触 你眼看到东西 耳听到声 舌头尝到食物 为什麽你有感受 知不知为什麽有感受 因为当你与你的根 眼耳鼻舌身意和尘的接触的时候 当时你产生两个 心理作用你不知的 哪两个心理作用 一个就是作意 一个就是触 作意是什麽 You pay attention 你当时食物的时候 你很在意 你就知道这些是甜酸苦辣 你要在意你才会有感受 你不在意哪有感受 如果你没有感受的时候 疑听不闻 食而不知其味 即是孔子说 当你很悲伤的时候 你吃最美的食物 你都感受不到它的美味 当你很悲伤的时候 你听到很快乐的歌声 你都不会觉得快乐 为什麽 你的作意不在那里 所以你必须要作意 你一作意的时候 你的心理作用就强了 我们知道这有什麽好处 当你做善事 你很作意 你的功德就大了 当你受归衣受戒的时候 你很作意 你又有戒体 当你做任何的事 你很作意的时候 你的心力特别强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受 你有作意和触 触是什麽事 根对尘而产生识要触 Contact 当你真是很注意 你眼看到外景 即是你的六根对六尘的时候 有一个作意和触 你又会产生受 这种感受 这个感受是什麽 身裏面有苦受乐受 不苦不乐受 有些你觉得很痛苦 说我不喜欢的便苦 喜欢的便乐 你肯定有感受 这句说话我不喜欢的 我恨死你 你骂我 我恨死我 不苦受 不苦受 这句说话你赞叹我 我真的开心 你说我好 我便开心 这些是新的受 耐心意的受 忧起舍 忧即是开心 忧即是不开心 起即是开心 舍不忧不起 你的感受包括了 如是者有这个感受 第一个情况 你的六根对六层 第一件事产生的 就是潜伏简深 感受 苦受乐受 不苦不乐受 起受忧受 不忧不起受 使命为赦受 这个受很明白 不用再说 想呢 当你一感受的时候 不只是感受了 你随着第二项的心理作用 就立刻去想它 如果我是男士 我见到一个很美丽的女士 我一见到的时候 我有淫心在 产生了一种感受 先是这种新的乐受 新的乐受 立刻就产生身上的荷尔蒙 身上的荷尔蒙 令到你身体某部份起了反应 令到你心里面起了反应 全部是你的受用作罪的 当你一起到反应的时候 只是初步 初步的时候 你会去到想那里 想是怎样 真是漂亮 真是怎样 真是怎样 越想越多 就第二念 越想越强 为什麽 因为你发动了色里面的种子 你的储藏 银行 你潜意识的银行 淫欲的种子 涌动了 这是想的功力 是你自己的想的功力 你想就将带动你这个阿赖耶识 潜意识里面淫的种子 激动了 荷尔蒙分辨就更加高了 如果你继续激动 你知道会产生什麽后果 这些是不方便在这里说的 你便一直在这个照片里去思考 你起了个贪心 你Christmas 要去买一只钻石戒指送给你女朋友 或者你买什麽东西送给什麽人 你一看到这个戒指真是漂亮 这里要一万元 但我袋里面只有七千元 我觉得这个售课员很不小心 放了几只在这里 我随时可以拿走一只 在他心里想 他的贪心的种子涌动 他想象 当他不留意的时候 我怎样去拿走这只戒指 想了之后也不止 受和想是一个心理作用力 两个心理作用 受和想 感受和思想思维 去到行就不止了 悉受想行 行这个心理作用 这个mental function 是非常之强的 什麽叫行 迁流变化 迁流变化 积动内心的力量 令到内心的种子起现行 就是这个贼 这个贼仔 累死你 或者累死我 这个行有什麽 唯识学中说的行 行是有73个心所 当根同境接触的时候 你会产生73种 心理作用 我说行 行可以令到你作行 行 惭愧 无贪 无忏 信是什麽 有信心 惭愧 惭愧你知道吗 所以我告诉你 如果是人 他有惭愧心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 人最怕没有惭愧心 他做了错事 他不承认 他抢来不承认 那这个人没希望 因为怎麽样 惭愧是善心所 如果是这个人 他惭愧 你要给他机会 因为他的善心开发出来了 他知道自己错了 知道自己错是好的 给他机会 改过 所以信 惭愧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不要给人利用 我错了 我对你不似 你原谅我 一个月以后也做了 我错了 三个月以后我错了 每次都是忏悔 忏悔的不止一百次了 对这些人 你做另外的方法对付 我们现在不要讲了 信惭愧 无贪 无亲 无痴 精进 轻安 不放日 舍和不害 这里有十一个善的心所 原来你的行可以帮你做善 你想善便做善 恶 烦恼 贪 忏 痴 痴 慢 儿 恶 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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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忏悼 受 继继继继继继继思续 去到行 你里面产生很多这些心理作用 当时是看你能不能战胜的贼子 战胜不了你的贼子 你就贪神之杀道入网 但不是的 这位居士虽然她犯错 但当她心里面交战的时候 她的智慧涌现 我不应该杀 我不应该度 我不应该淫 我当时听到法师说 不应该drunk and driving 因为会害到别人 我不做了 所以听经说法 改过自身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能够 我就跟大家说 当时我学生 十二十二岁的时候 我就发愿 我要带人去佛堂听经 怎样你都可以发这个愿 令你带他来听经 他与他渗入善的心所的种子 种子我不再说了 现在心不相应行法 什么是心不相应行法 这里有二十四个心所 是与你的心不相应的 不与你当时想的时候相应的 例如老 老 你的心想不想 你都会老 我想他就老 不想他就不老 所以老就是 和你的心当时的作用不相应 或者是命根的生命 生命 无论你想你不想他 他未死的时候也会生的 他已死的时候也不会再生的 所以与心是不相应的 心不相应行法 It is not in congruence with the thinking of your mind but it is not detached from the mind it is still linked to the mind 叫做心不相应行法 这些行法是唯识学 唯识学是要有分上的智慧才明白 不是你不知我说什么 所以有些人说 佛法是迷信吗 不是迷信 是你不懂的 佛法是很高深的心理学 高深度 我现在也是幼稚园 我现在也在学习 高深度真是不可言喻 佛法是高深度 你想也想不到 心不相应行法 你知道 行蕴是很强大的 令很多烦恼 令很多善 都是在行蕴带动出来 我刚才说到种子 识受想行识 不现前 受想行识不现前的时候 它依止在哪里 每一样东西都有它的依止处 它依止着识 就是我们第八的阿赖耶识 就是藏识 当这些东西不可行的时候 它藏在哪里 它藏在内心深处里面 这个内心深处是叫做什么 这个识是微细如薄流 即是很微细的又很强大的 你必须要去分析它才能明白 我们叫做阿赖耶识 那我们讲一点 讲完这个就算了 那我们讲多一点 想和行 受想行 想和行的心所 各人的心度不同 有些人说 我每个人看的东西都是一样想法 有想有受 有想有行 各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为什么 有些人的淫欲特别强 有些人的淫欲很轻 有些人的贪心特别强 有些人的贪心很轻 有些人很善 有些人很恶 为什么不同 因为他的智慧学识 学问和前生所累积来的一切业 有所不同 所以每个人看的东西都不同 给一个圣人看一件令人产生淫欲的一件事 他一看下去他没有淫欲 但对一个淫欲心很重的人 他看到一朵花也会产生淫欲 如果淫欲心强 对一些不贪心的人 你放了几千元一块银纸 他踢了银纸 他也不会收拾 或者report to the police 但对这些很贪心的人 他踢了10元 他也会立刻看到没有人就拿了他 没有人 每个人不同 业力不同 每个众生看一样东西都不同的感受 为什么 为什么同样一样东西 不同的众生 不同的人 看下去都有不同的感受 我举个例子 人看到水就是水 你会不会看到水是另一样东西 不会的 你看到水就是水 water 你看到水就是水 但天人看到水不是水 是流离 crystal 可以走上去的 是流离 恶鬼看到水是什么呢 是龙血 所以他喝不到水 恶鬼喝不到水 你必须要变咒真言 南枯沙瓦丹多 我们常常变咒变食 把我们的慈悲心 把这些食物变成不是火 恶鬼看到食物是火 恶鬼看到水是龙血 所以我们必须要念那三个咒 用那三个咒的力量 变成这些食物 让它们不会 它的业力 令它看到它成为火炭 和看到龙血 所以同样是水 动物界看到水是什么呢 鱼看到水是什么呢 鱼看到水是它温暖的家乡 是温暖的温室 它在里面很舒服的 鱼是它的habitat 水是它住的地方 所以动物的鱼看到水 有另外一个境界 所以是什么呢 唯心所言 因为你的业力不同 所以你仲仲恶业 仲仲恶业坐在鬼里就惨了 水也喝不到 这个业力是你自己做回来的 今日可行你已经听闻佛法了 不要犯犯言 要努力修行 一天才念那十五分钟大悲咒 你又想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是真的很努力的 每天三小时 念佛号一小时 不停去到你往生那一天 去到你临终那一天 你就很有希望 有些成绩给人看 到时我们看了碎相的时候 你鼓励一下我们 到时我们去座领的时候 哎呀 这位居士真是好 他有随相出现 每个人都因为你 你便是荒扬佛法 你去往生的时候 有随相给大家看到 你即是间接荒扬佛法 你令到千千万万的人都相信 不必一定要讲经说法 你以你的行动来表现 识是了别的意思 前六识眼以鼻舌身意 就是前六识 没来识 这个深识从无耻以来 即有我思我见我万我爱 行审 阿赖耶识见份为我 而执着是执我根本 即是八识里面 前六识 难以鼻舌身意识 第七识是没来识 没来识是一个我执的识 这个我执识 你从前生带下来 还带上阿赖耶识里面一切善恶的种子 而带上去这一生 所以前六识加没来识是七识 阿赖耶识是八识 你也有八识 你这八识是一路前世带下来的 这个前世带下来的 所以你的感受 识受想要识的受 每个受都不同 为何受不同 因为业力不同 你不用看上算命 如果你说你今世受 就知道你前世做过什么 你今世经常受微苦脸 你今世有很多烦恼 你前世收得不够 你今世很贪心 经常不快乐的时候 你前世收得不够 认命 靖戒法师也叫我们认命 前世的东西怎样改 唯有今世积极改现世 积极改未来 前世的容不容易改 我现在要念法 我要将前世的消灭了它 前世的罪业是否消灭得到 你几千万亿世所种到恶业 想念几句 阿弥陀佛就消灭了它 有没有那么容易 所以你还不努力修行 你以为每天念十五分钟 你又能念到 有没有那么妥善 以前杀到淫妄 积极了这么多恶业 立即进来这一世 有这样的寿 你就想着 我现在信佛念佛 我做义工 我就消灭了以前的罪业 这么简单 但有一件事可以 你自己作主 前世你做了的事 没得作主 你做了还作什么主 你改不了的 前世你怎样改 你唯有改现世 现世你不要随着烦恼走 你就可以了 为什么 昨天陈居士骂你一声 你现在还未开心 你随着那个骂你一声 那句说话走 昨天他说你的萝卜糕做得不好 你现在还不开闷闷不落 你随着那句说话 被他带众走了几天 不开心了几天 你是随着别人 加给你的烦恼 随着他走 还走到永不回头 还走到憎恨 还走到我不回头 这个佛堂 我说你连被人骂 连佛堂也亏了 结果 你说你的业力多大 因为陈居士骂你一句 连观成法师也亏了 因为你不愿意来帮 你便随着那个感觉走 你还要记住 山峰本不动 白云自去来 你又有一个选择权 他说了一个坏话 你可不可以灭他的坏话 你用针缝着他的口 你灭不了他 已经出声了 但你有一个可以作主的 你不跟他走 你骂我 我不跟那个说话走 你回去 如果你的先生骂你 你很温柔 不跟着你的先生 令到你怒恨的感觉走 你先生就感动了 如果是你的丈夫 自从你信了佛以后 他骂你 你也不出声 你忍耐 你不跟着他的感觉走 你不跟着他的贪嗔痴 不跟着他的恨 账恶走 你很游和 你不跟他走 你先生就感动了 我的太太信了佛以后 她改变了 那么伟大的一个宗教 我也信了 你这样才可以感动他 你一定到来 你去听听观成法师讲 他讲得很好 为什么你不去 我叫你善气你都不去 没用 没用 你要用你的态度 你的行为改变他 不是要抢逼掉他来 这个师运就是把你所有的种子 全身的善的恶的种子都藏在这里 这个种子遇到受想行的时候 他都躁动了 他等待出发 善的恶的等待你 你喜欢扰动善的还是恶的 你去选择 我喜欢恶的动 你糟糕了 你天天作恶 天天作恶业 我不再作恶了 我虽然消旧业 再不作信仰 这是恶意大师讲的 除淫秀构业 再不作信仰 我不跟着他走 当你能够召见 你怎样召见 你现在明白什么叫五文 你怎样召 用灯去召 用电筒去召 你以外景来召外景 无有事处 你向外追寻 无有事处 唯有向内回光返照 所以静介法师说得挺好 回光返照正念真语 当你回光返照的时候 那句话就不跟他走 你不要谋人money 这朵花是money 你跟着他的花做 你就惨了 他这朵花是本身没有害处的 是你的心出了害处 他本身这朵花是没有独的 独在如心 你跟着他的花做 你不跟他做 你不跟他走 他这朵花一起的时候 你不跟他走 你不跟他走的时候 你便可以作主 那怎样不跟他走 你便说我用心回光返照 召见你那句话 你那句话是没有自性的 什么是没有自性 是因缘禍合而生的 有很多因缘禍合 怎因缘禍合 你这朵花是因缘和合而生 因缘分散而灭 没有自性 为什么 你今天回来 你妈为主 为什么 是很多原因 是因缘令道理骂出来的 因缘是什么意思 是很多条件 很多原因 什么原因呢 他赌钱输了 他这个生意搞得不好 他听了一个电话 他说他在中国 你的生意现在一落千 失败得很厉害 他心情不好 所以他就骂人 他一定有原因的 这个骂的本身是因为很多缘和合而成这个骂 他本身没有自性的 其本性本空 没有自性是假的 是虚妄的 你不执着他 你就生他了 你执着他 你给他搞你糟糕了 你不要随他走 他的本性是空的 他是无常的 他是因缘所生法 原生就生 原灭就没有 是假的 不是真的吗 你跟这个假的走 你越走越远 他假你还假下去吗 你怎么假 你骂我一句 我里面的因缘我要报复 我要骂你 内境的因缘也组合了假跟假斗 没有好处 所以你的心不要跟他走 你的心退后一步 所以我们常常 我们中国人这样讲 推后一步海阔天空 弥勒佛、弥勒菩萨、大独佛 在前面园子里面 你一进来就看见弥勒佛 弥勒佛他做了一首诗 是什么诗 手把青样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 推不远来是向前 手把青样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为道 推不远来是向前 你必须要冷静下来 你不要跟他走 你不要跟他的妄走 你不要跟他的烦恼走 你不动 他动你不动 你这个就是为光返照 你还可以说 你这个烦恼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骂我这句话 从什么地方来 你的来处在哪里 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你一句话 那么你这样想下去 本来无异物 何处也尘埃 本来这句话 是从无头无尾的来的 是假的 我为什么本来无异物 我为了这个本来无异物 我就发怒 我就发狂 我就要杀到淫妄 我都做了 多冤枉 多糟糕 不要跟他走 我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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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做了